老师 今天的台积电 留下来一根长长的下影线 究竟代表着台股的未来走势会是如何呢 说了答案就在节目中告诉你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战国策 我是主持人梓珊 今天是1月14日 台股开盘在18509点 开高走低 而在昨天美股则是开高走低 同样的 四大指数收盘是陈述的来进行下跌 但加上台积电ADR是大涨 令所有的投资朋友们可以说是非常的开心 那究竟美国股市对于今天的台股 又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当然最专业的股市分析 还是要交给最专业的分析师 来光老师 主持人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台股呢 我相信各位好像觉得好像 怎么会是黑色的 然后呢 那到底台积电怎么了 其实各位 我一直跟大家说过了 有些人是 有些人是 我不晓得大家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如果你们相信 我觉得是最好 如果你们不相信 我就讲到你们相信 这样子够诚意了吧 待会我会跟各位做一个报告的动作 那我相信呢 这些的日子以来 这些的有心人士 对于台积电的看法 想法 做法 我会好好的跟各位说 那只要我们看了懂台积电 各位台股 就知道他的答案了 那台股就知道答案了 剩下的就是你手上的股票 有没有你满意的答案 如果你没有满意的答案 很简单 你选错产业 选错股票 我这样讲你可以接受吗 那如果说你有满意的答案 那这个答案呢 可能还有 还会分 很满意 跟小满意 那就是看你是赚多还是赚少了 反正就是赚 反正就是赚 我这样讲各位清楚吗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台股好了 我们先看台股 各位记不记得 在1月7号的时候 这个是上个礼拜五 然后1月8号 我就录了一个节目 叫雷哥做莫送 在雷哥做莫送的影片里面 我就清楚告诉大家 在这个水平线 台股它会做一个上涨的动作 这个水平线 对不对 VCR你们看了很多遍 今天我就不跟大家做一个 重复看的动作了 但是今天要看的是什么 今天是看这档 台肌店 对 各位 我画面 我画面 这个K线 我放到这个样子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从 去年的2月25号 跟2月26号的那个缺口开始 他们就一路在做规划工作 什么时候开始呢 各位 这个地方是26号 上面是25号 然后这边形成了一个缺口 就从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开始的动作 待会我会慢慢的告诉各位 你要不要闯口气 我快 我感觉你够要自己了 因为戴口罩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说 讲得很快又可以呼吸到吸吸吸的空气 就闷住了 好 没关系 我慢慢讲好了 好 各位 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8月20号 这个地方是台积电8月20号 然后在8月21号 是星期六 因为8月20号是星期五 那我相信呢 在8月20号的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很担心 台积电为什么这样子一路跌下来 然后19号是一个大黑K 然后星期五又留了一个黑K 那这个时候 到了8月21号星期六 又是我累歌周末送的时间 那我就在累歌周末送的时候 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 各位现在看到这根红K是什么时候 这根红K是8月23号 星期一 了解吗 所以这个是20号星期五 20号星期一 那21号我跟大家说台积电的状况 我在说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没有引用到基本面 我没有引用到它的资本设备支出 我没有引用到它其他的利多 我只引用到三个字 想办法 各位 到底想办法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回顾 8月21号我的VCR 我们进VCR 现在台积电在这个地方 趋近于年限 趋近于年限 如果说一个位阶要国低才算最好的 各位 这个地方对台积电这种全王全止谷而言 他应该是丢不起这个脸的 所以说在年限的地方 这家公司想办法也要做一个反判的动作 回到现场各位你可以看到台积电在当天真的是 年限也没碰到想尽办法的上去果真 年限真的没碰到老师 好的各位 当我说想办法的时候 我不晓得各位会不会想得出来我会这样讲 还是我会去讲说它的利多的问题 各位 那个时候是没有利多的 我这样讲各位可以接受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没有碰到那条年限 我现在把游标设在这个 8月20号这个地方 然后年限呢各位 260 所以很远对不对 所以他想办法就会上去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他就开始上去了 好这个时候我每天讲 每天告诉大家 你手上要什么样的产业 跟着这次的台股上去 跟着台积电一起上去 然后呢一路讲讲 讲到9月3号的时候 各位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如果你们手上有台积电 然后最近想要卖的没有关系 你们流来上来我会告诉你们 它的价位在哪里 而那一个时候的价位 我会在节目上说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不行说 我的说的话 尽管会 罕见就会寄到我这边来了 但是我虽然没有说 但是我虽然没有说 但是我却在这个地方 在2月26号跟2月25号的这个缺口 我画了一个圈圈 我画了一个圈圈 就是要告诉流来上来的投资朋友 当你们看到节目 我画了那个圈圈的位置 那一个高点 就是台积电会碰到的高点 然后就会被拉回 你们就在那个高点 把它卖掉就可以了 各位 我可以准到这种地步 你们相信吗 我相信你们都不相信的 我把9月3号的节目 回顾出来 让大家再看一遍 我们进BCR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 整个台积电 我在节目上就跟大家讲 他现在一直在这个箱形作业 一直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箱形作业 我说完608 609的时候 就跟大家报告 他一直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箱形作业 但是如果看到608 609 就是有事情要发生的 回到现场 各位可以看到 台积电在9月3号 9月3号的时候 老师先做一个提前预告 提前预告 这四个字很重要 结果过了个没几天 大家可以看到台积电 在那个波端 是创了一个新高 那接下来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 老师刚刚其实不愿意讲 但是我帮大家补充一下 很少的分析师会专门有 会员是专门在做台积电的 那我也之前也在节目上面 跟投资朋友们分享过 那老师讲台积电有多准 我认识他的第一天 就是在台积电 他就跟我说 你就去买什么时候 哪一天 他可以准到哪一天 什么时候会上涨 所以还是要提醒投资朋友们 在台积电在做测年限的动作的时候 老师也提前跟各位做预告 有没有测到年限 刚好也是钉一下上来了 那接下来在台积电 大家都看了波段新高很开心吗 今天也是 哇好高 好开心 那怎么办 接下来 各位 知道的人会开心 不知道的人就永远都不知道了 因为他可能对台积电也没有很大的兴趣 没关系 我们慢慢来 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台股 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人为 我们再往这边看好了 所以各位 我们看这个地方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 火力全开 这个画面 这个是9月3号 这个是9月3号 然后我当天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地方画了圈圈 我这个是盘中画的 不是事后画上去的 你可以把我的截图放大 看这根红K是不是9月3号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 再回到这边 然后第二天各位 第二天的高点是638 我这样讲清楚吗 638 那到底2月25跟2月26 2月25的那个缺口 2月25号的最高点是多少钱 各位在这个地方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看 到底这个是什么时间 各位 这个是2月25跟2月26号的缺口 2月25是636 636 重点来了 这个636的意义到底会持续多久 各位 持续到上个礼拜六 我跟大家讲水平线的那个地方 为什么 各位 会是因为他的财报吗 会是因为他的 我们可能在最近做了非常多的新的建设吗 绝对不会是 因为如果是的话 那这样全台湾的人都会赚钱 我们先看2月25号 2月25号最高636 最低628 好 各位 这个是1月7号 星期五 上个礼拜五1月7号 我跟大家讲 我跟大家讲利用台股跟大家讲 那个水平线是他会停止的地方 各位 他停止的地方跟台积电的停止的地方 是不是一致的 一致的 各位 这个是1月10号 礼拜一 礼拜一 我都不要动 我们看 我们看这个地方 看大盘的1月10号 大盘的1月10号 是不是跟2330是一样的 一样的位置 一样的K线 一样的条件 红K 好 各位 既然是同一天 我们回到2330 老师呼吸 2330当天的最低点 是627就停止了 那有没有跟我跟大家讲的 我去判断的 他来到2月25号 去年2月25号的低点 他就会止跌了 626 我们先不谈到底是 真的有点可怕 鸡皮疙瘩 我可以算准到有心人是玩 有心人是他会如法炮制 会如法炮制 所以当我在讲的时候 我相信没有人会相信 没有人会相信 但没关系 我说过 你们不相信都没关系 我相信我自己就可以了 我相信 我相信我自己就好了 因为我有对我自己的一个专业 我知道他们的脚步 我知道他们的脚步 他们的步伐 当我知道他们的步伐的时候 我会去揣测他们的想法 但是如果说不幸被我命中 各位 这是一段获利 这是一段获利 或者是 这是一段不需要赔出去的亏损 我想讲各位可以接受吗 所以说 为什么 刚刚各位看的 看的那个 9月3号的VCR 我一直在节目上讲608 609 608 609 各位 那个608跟609也是一个 一个讯号 了解吗 那老师他这几天 我们前面的这个 不管是获利 或是多亏出去的这个亏损 呼吸 这一段时间 假设说投资朋友们真的是错过了 但各位可以看到 这几天其实都留下一个 还蛮明显的下影线了 该怎么办呢 提醒大家 如果想要知道答案的话 今天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 假设我们今天大盘跟台积电 可以掌握得如此的准 那我相信大家 个股方面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所以要麻烦各位 手上的股票持股 让您自己感觉很疑惑 想说 为什么大盘涨 我没有赚钱 大盘跌 我还在跌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扫描荧幕上方 QR Code 或是出账号94888 VVIP 记得留下今天的 有没有看到老师都快要不能呼吸了 就是因为今天的关键字叫做火力全开加1 也要麻烦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记得帮我们在扫描QR Code以后 加入到老师的个人Line 留下火力全开 最重要的是手中的持股 张数成本股价 最重要的是各位的手机电话号码 那回到了今天的台股 那你们可以看到火力全开 不只是包含台股 其实有一个东西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那还是要提醒各位 虽然今天 你不想讲 但我还是要先提 因为我知道今天 你很多杠精会赖上来 很多的投资朋友们在昨天 可以看到老师 也是差不多火力全开 快要不能呼吸的在讲航运 那你们看到今天的航运上涨了 哇 你心里想说 哇 你不准啊 这个绝对不会是因为我们不准 我们看到的东西绝对会是比各位还要长远的 那究竟航运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投资朋友们不相信 但我们就下礼拜等着看好了 接下来回到今天的台股 老师 可以等 各位 no 你们留赖上来 真的你们留赖上来 我把我的专业给各位 如果今天你们是按照你们的想法 打死不退的想法 我也建议你们也不用留赖上来 浪费你我彼此的时间 了解吗 传家宝 真的 我就讲真的 所以说我希望把我的时间留给需要我服务的人 当我给你们建议的时候 你们可以骗骗我 说好 老师我可以参考参考 不要再回答我说 老师我就是不会卖 我要报到船给我女儿 那无所谓 真的无所谓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服务的对不对 这个投资朋友 他看了我的节目 OK OK 好 然后他跟我讲了一段话 可以等反弹再出吗 这个上一段话是什么 上一段话是说 他认为这个股价确实低点 他不愿意卖 好 我就问他说 请问 再请问 现在股价是最低点 这句话你对自己说过了几遍 很多遍说一直抱着 一直抱着一直跌一直赔 了解吗各位 如果你跟他 OK 我们都往下看好了 你先讲到他能火力全开 好 现在这话我不敢给你建议了 因为不是太肉换强的动作而已 而是专业的选股 专业的看盘 专业的无缝接轨 这样的操作才可以是股市赢家 我只担心这些对你来说 会不会要求太高 然后他也很简单的回我一句话 那如果停损我换大力光可以吗 好 这又是大家自己的想法 OK 我也有答案 我就很简单的跟他讲了两个英文字母 叫做NO NO 就NO而已 我也不用国策去应对了 反正这两个英文字母大家都看得懂 好 然后呢 他就说好 谢谢雷光老师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大力光 他什么表现 1月11号开始的 如果不清楚雷光老师的投资朋友们 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去年的股市赏国策 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大力光这一档呢 因为老师在前年的时候 就跟某一位的投资朋友们说过了 在2021年的时候 股王不会是大力光 而是会被另外一档做取代 那你们可以看到 现在大力光的表现是怎么样老师 各位 这是今天的大力光 一开盘 221 然后呢 就来到跌停盘了 什么都不用考虑 就直接下来 就直接下来 各位 曾经的股王 曾经这两个字 然后再看一下K线 这个地方呢 是他发问我的时间 1月11号 1月11号 正好是5个1的那一天 好 各位 这个时候还有最高有2505 然后呢 我又放大 我放大一点好 跟你们看得比较清楚吧 这样应该很清楚了吧 好 听了我的话 隔天有没有买 没买 然后就跌了多少钱 从248然后跌到2375 这个是2375元 再来呢 好 这天的涨跌跟这天涨跌 差不多就当做没有发生好了 没有发生 各位觉得他直吻了对不对 对对对 他直吻了 然后呢 今天就不直吻了 今天不直吻就是一根跌停板 各位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呢 帮你省了多少钱 应该 应该已经有三十万以上的 不需要赔出去的钱了 可以接受吗 三天喔 那接下来呢 老师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 也有跟大家讲新的股王 在去年的时候应该会是谁 那也要提醒大家 假设我们今天可以做一个提前预知 提前预知 我都讲了非常多遍 提前预知 很多人都会来到节目上面 因为各位还没看到 他们就说 你不准啦 你跟那些市面上的人一样啦 哪个掌停板说哪个啦 哪个跌停板都说我没有啦 然后老师你都是 手上都只有很多 其实有很多档 你明明就套了很多 这一点我听了才气吧 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你一个月最多 手上有多少档 这个我真的是很气欸 因为他们都说 我们在节目上面只分享 有赚钱的股票 明明手上套了一堆 这个拜托澄清一下好不好 你一个月大概是操作激荡 手上同时有的 这个一定要跟投资朋友们说清楚 讲明白 你太气了 呼吸 其实我真的不想回答这种话 真的 我没有 我不需要跟各位报告什么 你们喜欢看我节目 我很高兴 你们不喜欢看我节目 我也不知道 我想讲你 我应该都可以接受吧 各位 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想让大家知道 知道什么 第一个 今天我们的台积电 长这个样子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下影线 有没有看到 好 我们台股长这个样子 各位 有没有看到下影线 然后我们的台积电的股价今天涨这个样子 最后收盘上去672 跟他之前的前高是110年的1月22号 1月21号679 各位只差个位数 如果你现在 假设今天的台股台积是活力全开了 那你应该要衡量的是我现在手上的个股 有没有跟着台股台积走 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应该要往前看吧 应该往前看吧 我觉得这个台积目前 各位最重要要做的一件事情 否则2021年 你没有赚到钱 2020年109年 你也没有赚到钱 那今年的新春开始2020年了 我真的要奉劝各位 你真的要好好的 把这个无压力的一个台股 一个国际股市 真的要好好把这个钱赚到手 才可以的 还是要提醒所有投资朋友们 是2022年 新的一年 究竟有没有想要获利 就看各位自己的选择 今天的台积电 可以说是长得非常非常多 可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的大盘 怎么样的一个走势 所以接下来 如果不太清楚 该怎么样的来进行的话 提醒大家 直接扫描萤幕上方QR Code 或是书章到94888BVIP 记得要帮我们输入 今天的关键字 火力全开加益 那今天节目最后 还是要再次的 谢谢我们的雷康老师 谢谢紫山 谢谢大家 那也要再次的感谢 所有投资朋友们 对紫山的这个关心 我都收到了 谢谢大家 那我们也会慢慢的 来提供更加多的优质个股 来让各位做挑选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股市战国策 记得要帮我们YouTube频道 以及粉丝堂按赞 订阅分享小铃铛 记得打开哦 股市战国策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 同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这样的一项 这一项 这一项 我们下个礼拜 拜拜 拜拜